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实力强劲 很多还是隐藏的学霸 拿起书本指点天下 放下书本争霸赛场 事实证明运动能力强的人学习成绩也可以很好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说 我强烈建议给孩子培养一个体育爱好 体育项目特别磨利人的意志 经历多了输赢 对人生也能淡然处置 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身体 磨炼我们的意志 还能改造大脑 重塑人生 爱运动的人头脑更聪明 芝加哥一所中学在每天上课之前 会让学生早起点到操场跑步做操 一直运动到学生的心跳达到最高值 或最大摄氧量的70%才开始上课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孩子们的记忆力 专注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运动和思维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 运动可以促使产生一种 名为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地质 它是大脑的优质营养肥料 运动是最有效的聪明药 很多优秀的人都是运动的狂热爱好者 奥巴马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他每周坚持锻炼6天 每天约45分钟 只有周日才会休息 而精神觉硕的钟南山院士 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体育运动的爱好 他家里有许多简易的健身器材 哪怕工作再忙 每周都会抽出有三四天的时间 用40分钟到50分钟进行锻炼 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说 运动对我帮助很大 所谓年纪大了 记忆力差什么的 我没什么感觉 美国科学家斯科特斯默博士研究发现 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记忆清晰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 人们在运动后学习词汇的速度 比运动前提高了20% 伊里诺伊大学也发现 每天运动60分钟可以有效改善注意力 运动不止可以强健体魄 还可以塑造大脑 它让大脑处于最佳状态 越是喜爱运动的人从中获得的收益越多 爱运动的人情绪更稳定 故事FM有一期关于跑步的节目 其中有一位叫胖菊的女孩让人印象深刻 六年前胖菊确诊了双向情感障碍 初期适应药物的过程中 他几度想从高楼跳下 但都没鼓起勇气 后来他选择了跑步 一边想通过运动治愈自己 一边又报名马拉松 故意不好好锻炼 希望自己运动过量猝死 与自己拉扯的过程中 胖菊的跑步一直在进行 这期间他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有老年人 还有坐着轮椅来跑步的人 这些人无形中 都给他传递了积极的力量 正式比赛那天 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的胖菊 不仅没有猝死 还跑到了终点 拿到了奖牌 胖菊喜欢上了跑马拉松的感觉 那种极致的对身体和精神的磨练 也在一点一点重塑着 他对日常的信心 不去想太多没有意义的事情 专注于脚下的路 相信行动的力量 现在的胖菊告诉我们 人生真的就像一场马拉松 虽然现在很难 没关系 我们都能到达终点 我们都能拿到人生的奖牌 法国医学家蒂素曾说 运动的作用可以代替药物 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替代运动 在运动的过程中 人体内的神经地质 会有一个增多的过程 这些神经地质 包括血清素 多巴胺和内肥胎 这些物质在情绪调节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香港天后 郑秀文也曾因为压力过大 失恋等原因一度陷入抑郁 暴饮暴食 体重激增的他 被港媒毫不留情地称为肥婆 后来他在采访中自述 在这三年中 我每天都有一万个理由去自杀 最后是运动拯救了我 因为亲友的支持与鼓励 我每天都会坚持跑八公里 作为健身 运动缓解了他的抑郁症 同时也让他有机会 重新审视生活 不为声名所累 也不再把金钱容貌 当成人生的全部 如今郑秀文已单出娱乐圈 但微博依旧常常更新运动状态 整个人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在精神愉悦方面 运动可以轻松超越 金钱差额所带来的效果 每一次抬起又落下的脚步 每一个细小微妙的动作 我们的身心都能感受到 运动是治愈一切最好的良药 爱运动的人生活更自律 真正自律的人 都是能够控制自我的人 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掌控感 通过掌控身体 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节奏 更稳定的情绪和思维控制能力 运动改造大脑书中 介绍了一位酗酒的单亲妈妈的故事 离婚 跟工人打交道 家里乱糟糟的环境 导致这位妈妈压力巨大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 她开始酗酒 结果酗酒后收入变低 身体变差 她的压力变得更大 陷入恶性循环 她不得不去求助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告诉她 你在家里放一根跳绳 压力大的时候就去跳一会儿 这位妈妈将信将疑地买了根跳绳 按照医生的说法去做 几个月后她不仅接掉了酒 精神状态也变得很好 通过运动 这位妈妈重新得到了 征服感和自信心 也理顺了自己的生活 身体状态的改善 意志力的加强 反过来会给你带来 很强的自我掌控感 从而促使你更加自律 村上春树曾说 跑步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训练 通过跑步养成自律的习惯 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在做其他事情时 运用自律就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个经验也是她的切身体验 在决定写小说初期 村上钻进书房 一闭关就是一年 由于缺乏运动 精力很难长久保持在一个高昂的状态 身体也吃不消 于是她开始尝试跑步 每天跑步十公里 不料这跑步一跑就是几十年 成功让生活更加规律 还把自己跑成了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调查表明 运动后身体敏捷度提高 对时间管理意识增强 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持续提高 运动让我们变得更自律 而自律给我们自由 爱运动的人身体更健康 美国克里夫兰诊所 对122007受试者 进行了历史23年 对于锻炼习惯的研究 研究发现 不常锻炼的人 与经常锻炼的人相比 死亡风险仍高出390% 而久坐不动的人 大部分在跑步机上 每跑几步就气喘吁吁 与运动能力强的人相比 这些人的死亡风险 要高出500% 运动这件小事决定了 不同的人生奏向 加拿大公益广告 人生最后十年中 展示了人生最后的十年 运动和不运动的人 两种极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前者精神抖擞地 穿着运动鞋出去散步 后者踩着拖鞋坐在病床上 艰难起身 前者推着自行车出发 准备骑行远足 后者坐在轮椅上 被推着穿梭在医院中 前者与家人欢聚在一起 吃色味俱佳的美食 后者与医疗护工相伴 吞着各式药片 前者与爱人一起安详 万年面带微笑 后者爱人伺候在病床前 流下悲伤的眼泪 雷嘉诚曾说 人的健康如堤坝宝样 当最初发觉有渗漏时 只需很少力量 便可堵塞漏洞 但堂不加理会 至崩堤时才做补救 则纵使花费更多人力物力 亦未必能够挽回 人生最后十年看似很远 其实与我们的当下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衰老没人能够抗拒 但运动还是不运动 决定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 运动是对抗岁月最好的武器 也是保持健康最好的秘籍 如果你也准备开始运动 以下三点小建议送给你 第一是制定目标 对于新手 一次不要给自己制定太高的目标 或安排太难的运动 哪怕一周三次 一次十分钟 也完全可以起到效果 第二是社交监督 可以把运动结果发布在社交平台 他人的监督和鼓励 更能促使我们坚持下去 第三贵在坚持 无论是什么运动 至少要坚持一个月 才能看得到效果 不要操之过急 总之去运动吧 哪怕运动五分钟 十分钟 也比坐着躺着 更接近你想要的状态 愿我们都能运动起来 遇到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与您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